打开心灵的窗户 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 走进缤纷的原地 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 欢迎收听书香原地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 我是刘文 很开心又有这几分钟的时间 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 也一起来祷告 在过去我们形容童年应该是无忧无虑的 而青春应该是热情奔放的 然而我们发现现在的儿童 可能不是无忧无虑的 而是非常的忙碌 甚至于比大人还忙碌呢 在学校上完一整天的课之后 可能还有许多的课业的辅导 或者是一些才一般的学习等等 实在是把他们的生活填得非常的满 很多时候是因为父母的忧虑 担心他们输在旗袍点上 不仅我们大人 这些成年人需要歇一些 孩子们也是需要的 一起来为孩子祷告 也为自己祷告 今天继续来看这一本 由保罗文化出版社所出版 由罗伯与乔纳泰根夫妇所共同著作 张嘉丽姐妹所翻译的 《妈妈为儿子的祷告》 今天要祷告的面向就是 当他需要停下脚步歇一些时 当他需要停下脚步歇一些时 《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 凡劳苦丹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轻盛的 亲爱的天父 我的孩子累了 一路走来 他努力地学习 努力成长 以符合别人的期待 每时每刻都背负着责任和要求 有时他甚至怀疑 自己是否够尽力 他觉得疲惫 需要你的帮助 才能够继续前行 学业上的压力 让他觉得惶惶不安 他试图认真读书 学习井然有序 然而成绩并不尽如人意 他生怕失去老师的肯定 看着同学们的表现 他也担心自己跟不上脚步 主啊 求你帮助他 持守努力 不轻言放弃 赐他管理时间与课业的智慧 较困难的学科 求主赐他聪慧的理解力 请你将平安 符定地放在他心里 确知上帝和父母 并非因为他的成绩而爱他 课余的时间 盘有篮球练习 音乐课程 教会活动 以及志工服务 天父啊 我多么需要主的智慧 好知道一个母亲 该如何缓和孩子的生活步调 当考虑要在时程表上 增加新活动时 请向我们揭示你的心意 好叫我们谨慎行事 不让我们因为每天都填满了活动 而失去你预备的上好的福分 主啊 我们需要片刻的宁静和休息 享受单单与你相处的喜悦 当我的儿子疲乏困倦时 求指教我该如何服侍他 让我拥有温柔的灵 在他气馁时 扮演照顾建造的角色 当他需要抒发情绪时 让我放慢脚步 用心聆听 祈求圣灵拦阻我 切勿为了求取表现 而施压在他身上 但愿透过我对他全然地接纳 让他经历到从主而来的爱和恩典 天父啊 这个世界带来沉重的压力 我们力不能生 谢谢你 让我们安歇在你里面 你顾念我们一切的需要 我们跌倒时 你搀扶 我们沮丧时 你安慰 我们软弱无助 你加添力量 求你现在就亲近我的孩子 让他感受到你无比的爱 并赐他够用的力量 来面对每一个明天 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